好,大家早上好,我是顾爱秀山 咱们这个短视频呢,重点来讲一下 锂电池,新能源池,是否高出不胜寒 重点呢,从板块指数和代表性个股 列出叫宁德世代比亚迪,干红利业,天气利业,以为理能 首先呢,把观点放在前面 当前呢,放放的是市场的资金选择和高低期化 那么我们会发现,锂电池也好 那么呢,在上周五,我们来看 高价股当中,大多数列出像宁德世代比亚迪,八方股份 好,干红利业,等等 低度涨少 而仙价当中,底价股当中,对应的涨多低少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新能源池方向 新能源池方向的限价当中 偏高的像宁德世代一花通 好,十八半岛 阳光电源 法拉电子 以为理能,以为理能得赛电池 好,那么呢,价格高的,跌多涨少 而限价比较低的,那么呢,涨多跌少 这说明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的是,资金有避险的需求 也有重新选择方向的需求 更有挑战换股的需求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核心的风向标 像宁德世代 宁德世代 那么像宁德世代对应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 好,经过大量的涨幅过之后 当前呢,在高位震荡 那么震荡当中 对于这样的一个核心风向标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像日内个股 当前呢,依然是把它作为一个 新的中枢的构建 那么4块424.99这样的位置呢 它对应的 好,下上下上 不能突破 如果说不能明显的带量突破前高 它是有机会相差走离开段的 如果说反之 相下不能破前低 那么呢,它酝酿的是 向上走离开段的机会 它对应的话呢 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增长当中 但是考虑到在企业后 连续两天市场大涨 但是像这样的个股呢 反而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 其实呢,可以把它理解为 资金选择的方向 包括呢,高位抱团资金的一个松动 那么,资金抱团这个事情 它依然会是常态 例如像中国中车涨停 例如像底位的 像中国旅业 包括呢,像江西铜业等等 也说呢,资金 当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日点 第一个,像有市方向 有市方向的像铜驴 包括呢,链 好,以及呢,像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属于有足够强的安全边际 再者的是化工 化工的话,整体来讲有足够强的业绩 支撑 那么呢,咱们再来看 例如像比亚迪 比亚迪的话呢,对应的 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是什么呢?在高位震荡的同时 量能它整体来讲 属于保持 但是呢,有所萎缩 MST量是属于高位 在这个位置呢,是反复 这样一个时差的状态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 例如像干风里叶 干风里叶 那么呢,不管是像您的时代也好 像比亚迪像干风里叶 它整体来讲还属于高位震荡的一个走法 那么高位震荡的话呢,那么像干风里叶 对应的出现了高位 十字心,高位常上映之后 震荡中,而且呢,它是属于 绿盘的时候放量 反弹的时候缩量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好,那么再来看呢 像天奇里叶 对应的话呢,它也是属于 前面单边上涨 始终不破13天均线 而后的话呢,当前是属于持续的一个下跌 再进反抽 反抽比较弱时 下跌当中伴随有量能的一个体现 那么呢,核心的观点就是 以高速不是寒 那么对于新能源池 对于锂电池方向 认为呢,后面或有 反复或者是轮动的机会 但是呢,对于这些 已经涨高的 最起码呢,如果说 不管是 比亚迪也好,宁德时代也好 像干风里也好,天奇里叶也好 而且呢,像天奇里叶这样的个物呢 它本身的业也是属于 还是亏损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尤其是天奇里叶这样的个物 还是谨慎以防范风险作为主导 如果说什么时候伴随一根带亮的光头阳线 然后呢,五十三再次形成这样的经济状态 那么呢,你用技术的角度进行 跟踪和坚守 破了,那么呢,其次的立场 出现这种型号呢 你顶多去试探 而且呢,像天奇里也不建议大家去 个人呢,是认为呢,它当前的价格和它基本面 相比较来讲 它当前是属于风险的释放阶段 如果说反基本这个 这是一个弱势反抽 反抽的话呢,不破前面高点 它很容易再给心底的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 列数呢,像一为理能 一为理能 那么像这样的个物呢 它也是处于高位震荡 尤其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高位 高开低走 这样的大英镑 伴随放量 而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 红盘的时候量能输 绿盘的时候呢 伴随放量 这代表的是资金明显的在送路 所以说呢 再结合市场的特征 那么对于新能源车也好 对于锂电池方向也好 那么已经高高在上的 或说呢,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高位滞涨的 可以呢,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 哪怕同方向当中 列数呢,像锂电池或者是像 新能源池 同时叠加有色 叠加金属方向的位置不是特别高的 反而可以当成重点 列数呢,像中和太白 那么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是属于 从它的总业务来看 它是属于呢 像太白粉 同时的话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 锂电池概念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呢 在首拜的时候 咱们就重点进点评 那么当前的话呢 冲高一波回次 再进冲高 那么现在呢 它已经是积累了一定的涨幅 但是呢 咱们在 重点点评之时 它对应的 它就属于底部 长期的底部平台 刚刚启动 上方再构建小的 这样的一个中速平台 再进行向上离开 对吧 那么类似这样的个股 还是可以去 进一步的挖掘 列数呢 像 新能源池 叠加什么呢 列数像我们的锂电池 叠加有 叠加 有色金属的 列数在锂电池概念当中 我们从细分行业 细分行业里面呢 重点看 这里面 重点找 好 这有了铜铝 千辛 小金属 小金属里面 列出像下面 物业 盛存 矿业 弱阳 木业 中矿资源 好 隔离美 那么像这样的 包括像千辛 就是呢 像新能源池也好 像锂电池也好 叠加 有色方向的 然后根据它基本面和 技术链的这样的一个公正 好 列数呢 像家园科技这样的 业绩是预降的 预降的话呢 咱们放在其次 重点的话呢 放在有业绩的体现 同时的话呢 南山旅游已经走强 咱们在前面已经点评过 好 西藏竹风 业绩是下降的 好 西藏矿业 业绩是预亏的 有的个股呢 它对应的 只要说呢 基本面还可以 然后呢 再结合它本身的技术特征 是可以呢 当成重点 来进行观察 好 例如像格林美 格林美的话呢 它的一个基本面 战无数据 但是呢 像这样的个股 它属于有涅的一个方向 而且呢 在整个期货当中 不管是像互同互驴 千辛涅 它们走强的时候 那么像自然的 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整体来讲 大的平台突破之后 又经过深度的回踩 它可能呢 会有一些 相对来说 安全边境比较高 那么呢 再列说 像这里面的 好 像这里面的列说呢 同样在有势当中 像洛阳木业 洛阳木业的话呢 像这样的个股 咱们稍后呢 给它专题去讲 觉得这样的个股 还是会有机会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 包括了盛存矿业 给它讲的一个核心 就是呢 对于锂电池也好 新能源池也好 高处不胜寒 但是呢 像有色当中 或者是叠加了锂电池 叠加这样的 新能源池概念的金属方向 那么呢 可以当成一个重点 同时的话呢 只要说基本面上壳 结合了技术面的位置不高 而不要呢 去 把一些高高在上呢 当成一个风向标去看 而不要轻易的去 始终去赌 就是天下没有不善的宴席 那么呢 资金的 不管是从逐利的角度 还是从 安全边际的角度 那么它也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重新选择 而当前市场截后的话呢 其实明显是资金 选择决定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好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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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